哇操,為什麼非雷電視那些粉絲也不可啊? 那投票結果是怎麼回事啊?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啊? 為了更純面介紹這個相關組織的話 我覺得我勢必得打破第四面牆才行 不可能像之前一樣 我一直在故事裡的狀態 嘿,這也跟我最近的立場有關 哈囉,各位好,我是Machikaru的Names 啊,開玩笑開玩笑 今天我依照格調結果要介紹的 是GOC全球超市的聯盟 他們點進GOC GOC在SCP基金會的世界外 設定特別複雜的立場關組織 我們知道SCP基金會收容很強 是為了保護人類不被異常所害 典型案例如 SCP-682、106、096 而有時也是為了保護異常不被外界人類所害 典型案例如 053、166、99 你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基金會不乾脆摧毀那些 對人類來說很危險的異常 除了他們 尚無辦法摧毀682、106、106 那麼如果世界關下 還有另外一個 以基金會相同重大的組織 但他們專注保護人類 手段卻是摧毀異常 這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GOC全球超市的聯盟 GEOC可能是設定最複雜的關鍵組織 即 如果SCP基金會自己尋找、獲獲 以及收容所謂的超市難為 那麼聯盟就是致力於一種更加不同更加直接的方法 徹底回遍所謂的超市難為 於背景中 GOC為二次世界大戰好強 成立於聯合國之下 由108個組織整聯合而成 也因此他們採取的 會是更加影響世界格局的行動 如果說基金會是御主 GEOC就是筷子手 但筷子手也是不能隨意動手 除非有了法官的許可 其實他背後108個組織屬成的御本 GOC是一支龐大的整治力量 並將自己示威超自然世界的警察 對於摧毀超自然個體感到最好 許多潛在的SCP 在被基金會收容之前 就像被他們所摧毀的 而於GOC的目標是毀略異常 所以他們的異常分別 不像是金庫的樣子 收容的結束分別 而主要以 有威脅、不威脅、潛在威脅、未知威脅、未知威脅等分別 有下列列表 分為KTE已知威脅史 QTE未知威脅史 QTE潛在威脅史 Q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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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必須盡可能得到保護 應將這些傷害盡可能控制在最小 第四任務 毀滅 超威脅的存在對人類生存是一種詛咒 不應該冒風險收容與儲存這類威脅 只要有可能 這些威脅必須全部被缺和 第五任務 教育 全球超自然聯盟 因一切努力收集有關超自然威脅的支持 但不應該妨礙到第四任務 而為了對抗那些強大的異常存在 GUC在設定中沒有黑科技很大量忽然的裝備 包括已經使用的雷射槍和動力裝甲 開外掛般來透視裝置 天殺的還擁有鋼彈一樣的巨大的機能 這些K科技為了防止落入其他勢力或是民眾手中 還特別裝了一個智慧裝置 那伴隨了GOC設定的誕生 奇速和EVE的觀念也被轉寫出來了 奇速的設定基本上超級複雜 EVE更是如此 所以暫時不追溯 只要知道奇速為以魔法的現代程度 然後GOC甚至有一個學校專門培訓魔法師 訓練他們去跟異常作戰這樣就好了 那一些文檔中 GOC擁有的武器甚至包括 盒子動力潛艦 奇速大砲 衛星電磁砲 等非常非常誇張的玩意兒 那麼回到大家對GOC這個組織的印象 據說在我入坑前的早期 GOC被作為配角幹的不少傻事了 那這些包括摧毀可憐的1522 和1609這類完全無害的項目 而且對1609的摧毀更是硬生生將1609 從無害變成有害 那ACP1609原本是 在人想要休息時 瞬間移動到他身後讓他坐下來 那被GOC用睡目機繳碎之後 變成了會瞬間移動到別人內臟 把人殺死的碎片 那在比較近期的文檔中 ACP4231中寫到 1950-1980年代 GOC以還不成熟的技術 找出所有可能能夠找出的現實扭曲者 我在這邊補充一下 現實扭曲者是基金會世界觀中 一群可以靠自我抑制扭曲現實人 那最有名的現實扭曲者應該是 ACP239 一個能夠隨心所欲的小女孩 那通常現實扭曲者都是天生擁有這種超能力 那這同時也意味著 GOC針對那個年代的幼童進行系統性的屠殺 嗯 很黑喔 而故事中 當時地球上75%的現實扭曲者 都因此死在GOC手上 那1980年代的現實扭曲者 甚至因為GOC的行動平均壽命被降至八歲 哇 GOC對異常粗暴態度 在一些設定中也因此直接促死了蛇子手的誕生 那世界上當初許多異常組織不是被碾碎 只是被迫的加入 那些沒被碾碎的組織殘黨 就成為了蛇子手的前生 但要因此說 GOC就是一群蠻幹部 不講理殺害所有他們認為超自然威脅的恐慌殺手嗎 其實不這麼見得 那會有這些案例的原因 一方面是早期的設定 其實這些組織很多時候 並沒有考慮到故事中的政治因素 那經常為了作為配角 凸顯基金會的正確性 也就是說幹出一些蠢事之後 讓基金會差別 那這種狀況不只在GOC身上 那他們那些也是 那GOC在後來被DeltaCraft進行了一次重鞋 後期設定變得越發飽滿之後 GOC才變得比較有嘗試 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實際上 基金會是一個大型合作寫秀網站 一直有著一色沒有二色隨意的潛規則在 只要你寫出來的東西能夠令人寫 不會讓年故事被檔到刪除為止都好 在其中一個NCP-191破碎之城之中 GOC成功擊殺了一隻一隻 基金會毫無辦法的神 從而拯救的世界 那麼 在SCP-191之中 GOC成功從一個變態瘋狂科學家 救出的影響 那麼 GOC平常他們的工作就是 幹掉大海關 凸龍啊 那之類的情節 在GOC的故事中都有過 那GOC在故事中 與基金會相同 所不清的次數拯救了世界 專看各位是怎麼去行 那麼 我是NeoMaze 我們下部影片見